董参谋问何连长 问他去哪间赌管比较好呢 何连长接连介绍了两间 说一间就叫东方笋 但是这间东西一点都不信 一个赌场老板是很黑心的 专门就是在赌具上落手脚出老钱 靠这样来寻食的 那这间东西肯定不去啦 跟着何连长的介绍西边 西边的赌管叫自由庄 赌管的老板他不坐庄不落住的 赌客在那里可以自己坐庄自己落住 赌场正是负责维持秩序 另外就送上茶水点心 最后老板由赢家到抽水 逢十就抽一 那都算挺公平的 董参谋就说 既然是这样啊 那我们去这间赌场啦 马小姐 你怎么看啊 马桂花就说 董参谋啊 我记得你的名字 好像有个什么日子的 是啊 我叫做董正日 是啊 那西边这间赌场我们不能去啦 他在西边嘛 你的名字有个日子 日落西山 哎呀 多不幸运啊 猜不吉利赌 不去得不去得 哦 那啊 呃 马小姐 那都说得对的 既然去赌钱了 当然要 讲一些意头的嘛 那南方呢 呃 南方那间赌场呢 叫做好运海 来我们这次 稍微远点 但是那家赌场 都还算是比较公正 没有人听过 他们 在赌具那里 有什么手脚 出什么老钱的 他们的老板呢 就京城鼎鼎大名 鞍皮帮的帮主 黄太帅 手下有四兄弟 号称是四猛兽 又叫做四金刚 在江湖上 也有些名堂啊 你四猛兽呢 分别在几间赌场 坐镇 江湖上一般的地贸流民 和靠出千银食 那些骗子 都不够敢 在他们赌场生事的 我听过那些江湖朋友 讲过 说在他们好运来赌钱 真的靠了手气的 那你玩过没有 那我去了两次 都是小打小骂的 第一次输了三个大洋 第二次输了四个大洋 第二次走的时候 他们一听我 是军警执法处的 都硬硬塞一封利时给我 说请我吃宵夜 我出来之后打开一看 哇 里面有成九个大洋 两次输的 都补回了 还赚了两元 只不过自此之后 我就不是那么容易去 马桂花厅的这儿高兴了 哎呀 那我们不如去好运来啦 一去 好运都跟来啦 于是 好快 董参某 马桂花 何年长邱镇国 四个人就一起来到这间好运来赌场啦 一进来就有个伙计上来帮手招呼啦啦 哎呀四位贵客 欢迎大驾光临啊 来来来 喝杯茶先啦 喝茶就不用了 我们想周围走走 看看有什么这么好玩啦 那好好好 我和四位大爷带路啊 四位大爷 第一次来这次啦 老实跟你说啊 在京城这么多赌档里面 论规模论设备 我们好运来啊 可以说 坐三望二 说都说场地啦 我们的确没有红星楼这么大 但是红星楼有的东西 我们全部都有了 你看一下 日本进口的老虎机 咦 还有啊 那些 在那些红番鬼俄罗斯那里 买回来的俄罗斯转盘 好好玩的 现在的北京城里面 凡是那些贵妇小姐呀 都不知道多迷这件事呀 整天都走来这里落朱 老实跟你说啊 就连红兴皇帝的亲卷 都来玩这个俄罗斯转盘 几个月之前 刚刚和大爷哥 袁克定定亲的 那些玛桂花小姐 你们听过没 玛桂花听到 说到自己了 忍不住走走眉头 啊 那个玛桂花怎样啊 哎呀 玛桂花小姐 都不知道多喜欢 这个俄罗斯转盘啊 隔日来玩一次的了 昨天啊 玩了不到一个时辰 就赚了成两百个大洋 她一下子高兴起来 随手打上了两个大洋 给我啊 来 说到这句 那其他人呢 哎呀 其他人又没那么好福分啊 他只是打赏给我而已 你有什么那么好啊 为什么他要打赏给你一个人呢 哎呀 我把口啊够滑够甜啦 人家都叫她做马小姐 我就不是啦 我叫她做马皇后啊 什么啊 你为什么叫做马皇后呢 哎呀 那你都不计算啊 她是袁大公子的妃笨来的呗 袁大公子呢 是发生的 当今红宋宽 皇帝的大阿哥 老皇上一登基 大阿哥 就变了太子野咯 将来再等老皇上一驾崩 太子野就即时做皇帝 太子野做了皇帝 那马小姐 不是皇后还做什么呀 哇 那你认真真是赚得很交关 叫声皇后 就即时得了两个大仰 哎呀 只是叫声马皇后有什么用 我还说了很多好听的说话 哦 那你讲了什么好听的说话 我说朱元璋的马皇后 是历史上有名最賢位的皇后 但是那个马皇后 有一个缺点 就是脚太大 人家叫她马大脚 又叫大脚皇后 但是呢 马小姐这位马皇后 和明朝的马皇后 一样这么賢位 但是她那双脚 就不大不小就刚刚好了 再说到那个样子呢 哇 那肯定是比以前的马皇后 我说美女得多多声了 你都挺会哄人欢喜的 当然了 我说到马小姐都不知多高兴 其实我老实和你们说 这个马桂花 这个马桂花 哪一刻就比得到马皇后 马皇后 不过那只脚就大了 但似乎她的样子 还是美女一名 但是 我和你们说 我们这位马桂花 马小姐 在北京城 哪个不知 又名的三歪姑娘仔 眼又歪 鼻又歪 嘴都还有一些歪歪 你认真 冬叉谋 一巴就打在伙计的臉上 打到伙计整个扑低 大爷你干嘛打人 怎么叫你乱说二十四 再说 乱说的玩笑 打死你 马桂花即时上前拖着他 算了算了 这些这样的人 我们也免得为他怒气 就在这个时候 赌场的本事金钱炮 一看到 这里有人打个伙计 立刻搭前两步 干嘛 什么事 董叉谋指着伙计 你这个伙计 说完没来搭拾的东西 还骂人 喂 你是负责这里看场的吧 程爷 我没骂他们 我 我 骂谁都不行 懒 金钱炮双眼一灯 那伙计即时 连滚带爬地走出去了 几位大爷 千万不要和这些人吵气 拜了你们的兄弟 在下声请 在这里负责看场 今天这件事 是我管教不严 达罪了几位大爷 我向大家 赔礼道歉 董叉谋一听 马上说 不敢当 既然是你金钱炮都出面了 这件事 就这么算数了 刚才是我伙计招呼拔州 现在呢 就由我带领几位大爷 继继继继续行下 不用走 我们上来 打朴刻的 这些转盘啊 老虎机之类的东西 陈火 我就是想找个人 给我打 Soulhead Soulhead 那真是好了 又痛快又进行 再下都喜欢倒Soulhead 四位大爷跟我来 金钱炮带着四个人 来到旁边一间侧厅 这个厅 就设了八张桌面 其中六张桌面 已经有人在玩着撲克 四位请坐 你们四位是自己玩 因为合在一起和外人玩 董参谋就说 我一个人玩 他们三个陪我来看热闹 好好好 既然是这样 今晚就等我陪你玩 金钱炮转转 对厅堂的伙计说 看看还有没有 哪个喜欢玩Soulhead 找两个过来 伙计答应一声离开 没多久 就带了一肥一手 两个倒客过来 四个人坐下之后 伙计将个小托盘 放在董参谋面前 托盘里面 就放着两群红色的筹码 金钱炮向董参谋拱手 你位大爷 我们赌场的规矩 是台面不用现金 只是用筹码的 筹码就分 黄 红 绿 三种 红色筹码 每个是一个银豪纸 十个急买就是一个银元 也就是一个大洋 六筹码一个就值一个大洋 黄筹码就最贵 每一个值五个大洋 这里二十条红筹码 算是本赌场效敬你的 如果你想落大珠 那就用现金 去柜台买筹码了 董参谋看在面前的两小群筹码 程卿太客气了 多谢了先 然后他将自己的包袱 又拿了出来 这里是五十个大洋 请你帮我全部兑成筹码 金钱炮一看 哇 出手这么阔却 即使是双眼都放光 大爷真是爽快 对正程某脾胃 火记 快点和这位大爷 将那些大洋 全部兑成筹码 过了一阵 那位伙计捧了大盘筹码 来到董参谋面前 另一个伙计 就跟金钱炮 和那个肥赌客 瘦赌客 也都换了筹码来 又有一个伙计 拿了一盒包好的朴克牌 请验牌 肥赌客 首先拿去朴克牌看一看 接着交给瘦赌客 瘦赌客又看一看 交给董参谋 他点点头说 这副朴克上面的封印还在树 未开过风 你再检验吧 董参谋就说 既然两位仁兄都检验过 我就不用看了 火记于是小心翼翼地 撕开个盒的封印 拿出块牌 请检验 董参谋入入何连掌 何连掌拿起朴克牌 前体后体 前体后体 是英国出品的 赌王后朴克牌 正宗的西洋科 没问题 金钱炮再问其他两个人 两位 用不用逆的艳限呢 受赌客就说 不用了 排牌了 于是赌场的火记 就按照规矩 首先定了位定了数 然后就依次派牌 掃起了五张牌制 首先是每人发了两张牌 受赌客的牌面是迹 董参谋是梅花狗 肥赌客的牌面最大是倾 金钱炮是女 火记就说 倾面话事 肥赌客于是 就丢了两块红绸马 放在桌中间 金钱炮和受赌客跟进 董参谋放了两条红绸马之后 就说 我跟 再带十八个绸马 跟着呢 就将伙计送给他的那些红绸马 全部拢了出桌中间 肥赌客就不是那么高兴了 喂 第一手我说事 你一下子就加了十倍 大家刚刚见面玩一下 你用不需要客气一点 董参谋就说 你牌面是倾 我是狗 你的牌又比我大得多了 我给你赢多几手不好吗 怎么算不客气啊 如果你不跟的 那就是拒绝了我的好意 那才不客气啊 那肥赌客好像有点晦气的嘛 啊 没见过你这个人啊 那么狠狠死的 好啊 就算你一对狗啊 我都要继续跟 讲完之后 就真的拾了十八条红绸马 扔了出去 金钱炮和受赌客就没跟 伙计就接着发牌 肥赌客牌面是一对倾 金钱炮呢 多了一张肩 受赌客呢 多了一张绩啊 而董参谋呢 多了一张绳 我有整对倾 还有我话事 这次肥赌客就得戏了 他扔了个黄绸马下去 我买五个大洋 三个人继续跟进 伙计又再次发牌 这次呢 肥赌客 是一张狗 金钱炮是继 受赌客是十 而董参谋呢 就是一张烟 肥赌客笑着 对董参谋说 嘿嘿 我有一对倾 你现在有只烟 到你话事 不过 你要那只狗 已经来我这处了 你一对都没有 我看你怎么说 董参谋看都不看 又扔了两个黄绸马进去 我买十个大洋 这个人 他副牌开出来的三只 都一样一样的 居然还这么狼死的 肥赌客 咳咳咳咳咳咳 但是 没理由自己排面 这么好 不跟他 于是咬实牙关 又真的扔了两条黄绸马进去 金钱炮和瘦赌客 也一起跟进 伙计这个时候 要发五张牌的最后一张 好了 最后这张牌呢 董参谋是一只狗 排面变成一对狗 肥赌客有一只烟 排面依然有对倾 金钱炮来了张审 瘦赌客来了张女 按照排面已经揭出来的四张牌呢 金钱炮就是 倾女即审 似乎是铜花笋面 瘦赌客就指指金钱炮库牌说 喂 你条是笋来的 到你话事了 金钱炮拧拧拧 笋什么鬼呀 三条轻话事了 肥赌客羊羊得意地 拿了三条绸绸马 放在一张桌上 我家三个大样 金钱炮就说 我跟 我都跟 那现在呢 其实老实说 从排面来讲 形势对于董参谋 很不利的 而且呢 大家都见到了 自从派牌之后 董参谋呢 压着那张牌 他看都没看过的 总之有理没理 每一局一开牌呢 他就是跟 再丢多几个大样 再跟 再丢多几个大样 好了 现在就来到揭中了 董参谋依然 连看都不看那张底牌 一下子 就将桌面那里 自己面前那对绸马 全部弄出去 我不单止跟 我还晒了 我自己五十个大样 再加上 赌场送给我的 一共五十二个大样 哇 不是吧 第一盘就晒人了 你都好狼死而已 这个东西 难道真的拿着手大牌 肥倒客游着一阵 哎 算了 我不跟了 金钱炮想一想 他额头都好像要飙出汗 跟来 跟 我就是要看你那副底牌 瘦倒客想一想 也都说 我都跟 看看你究竟有没有那么厉害 如果你是同花笋 就是你大了 金钱炮 把自己的底牌一掀出来 可惜 我是一对烟而已 瘦倒客就说 那我就有一对职 一对女 两对了 哼 这位先生 你排面最小 你只有对狗而已 如果你是三条狗 你便赢 董叉谋就拗拗的头 这张底牌我看都没看到 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 马公子 你帮我开牌 行不行 马桂花见到他 咋一咋口 知道他几乎叫了马小姐 来这么拒 碰一碰头 行 上前将底牌一掀开 哎呀 真是一只梅花狗 哇 杀时之间 马桂花 董叉谋何年长 邱振国 都一起欢呼 三条狗啊 我们赢了咯 第一副牌 董叉谋呢 就以五十二个大洋 即使赢了一百五十个 哦 你副牌一赢 董叉谋更加信心十足 接着下来 第二局 第三局 他底牌都不看 总之一路高歌猛进 不停地把面前的筹码 拦出来了 好了 到了最后一副牌 肥堂客一番牌 三条狗 他眼都红了 面对着面前一大堆筹码 哈哈 除非你是铜花筍 如果不是 金银啊 你这桌面的大样 全部都是我的了 但是 当董叉谋再轻轻张副牌 一跳跳开 哎呀 红头十 果然是一副铜花筍 哎呀 杀时之间 肥堂客 面色就白了一张纸 整个人就好像斗败了公鸡 摊在椅上 他指着那个负责牌牌的伙计划 你呀你 你呀你 为什么你不细多几手牌 金钱炮看着董叉谋那里整班人 将好像山仔一样的筹码 全部推回到自己面前 他都显然是透了一口大气 帮这位大爷 数下他桌面的筹码 然后 去跪台 再拿筹码 赔回给他 何年长就说 哎 程老板 不用拿筹码来了 我计好了的了 最后这一局呢 我们一共赢了584个大羊 另外还有几个毫子 我们不要了 清点过后 你和我将他们全部换了 败钱炮看着肯定的筹码 我们要走啦 喂 这似乎不适合规矩 这似乎不合规矩 一帮打手 不知在哪个国佬头 一起是涌行出来的